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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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再给你们讲一次啊 一定要认真听 你昨天真的备东西备了一晚上 真的 真的 我有仁格跟你保住 以后别这样了 我出去一下 爱里儿 你现在可以啊 我这些人都开始听你说话了 不 让她乱七八糟了 别耽误睡觉了 疼了 电上睡不舒服 还是我碰好好 爬一会儿得了 下个课别再睡了 知道了知道了吗 对吧 此时必有蹊跻 你看她怎么就没说替我说 你出去吧 不是 让她睡会 她自己能替我说话呢 来 有问题 你怎么办 他没替我 刘老师 啥事 对不起 咋了 我刚才撒谎了 李星彤没有生病 我知道 你真以为老师傻呀 但是 他是为了完成我给他布置的学习任务 昨天一晚上没睡觉 所以今天撑不住了 我觉得主要原因在我 希望老师别怪他 我可以证明 他真的是为了学习 行 老师相信你 不过你也提醒他啊 这个学习啊他讲究方法 你不能这样硬拼呢 累垮了身体还怎么学啊 谢谢老师 我会跟他讲的 行 回去吧 这个李清彤次次考试都一百名以后 现在晚上不睡觉学习 我怎么有点不要劲呢 刘老师 我告诉你啊 可千万别小看这帮孩子的志气 知道为什么我给他们分这个组吗 就高二三门这帮臭小子 大人的话一句不听 你硬碰硬啊他得上天 你只能利用他自己这股劲 音势力导那效果才好呢 咱说一万句 都不定人家好朋友说一句 有道理啊 这帮臭小子 操碎心 今天数学课基本没听 所以今天数学课的内容 我要全部讲一遍 音语睡了半节课 正直睡了十五分钟 我专门记了内容 你需要全部重新过一遍 明白吗 算了 你回家睡觉 音语不讲了 这个样子也听不进去 回家睡觉 明天再说了 放 放学了 把你之前考试的卷子给我 我只要数学 我只要数学 林青藤 关断 晚上没背多少 白天睡了一整天 有啥用 一会儿趁热 把牛奶喝了 好 谢谢妈 妈 你先出去吧 我要学习呢 别人的考试卷 别人的考试卷 对 我太了解咱儿子的笔迹了 一看就知道不是他的 我只扫了一眼 上面就有三四个差 肯定不是啥好学生 我只扫了一眼 我就纳闷 他在那儿研究什么呢 不行 我得去问了 你先别着急 他现在啊 正是逆满心理墙的时候 你别老是跟他干仗 我看呢 看谁的卷子 不都是学习方面的事吗 回头 我旁敲侧击地打听一下 你先别管了啊 你给他主意啊 这马上就高三了 咱们可不能有半分歇态啊 我知道了 你知道你为什么数据份儿 每次都这么低吗 我仔细分析了 你的试卷和你还结齐思路 我发现你是能记住一些公事的 只是自己不会用的 同志 你的选择机 都是直接套公事 根本没有思考 前空题就是乱写 再放后面吧 第一题 你一开始就用错了公事 还介绍我下去 第二题 虽然你用对了公事 但是你答案解错了 最后一题压根就没写 你现在意识到你问题所在了 算了 算了 现在说了你也不明白 我在考虑针对你的状况 专门出一套培养几题思路的方案 但是我现在还没想好 这么复杂啊 李静桐 我既然答应辅导你 我就要做到最好的 但你也不能完全指望我一个人 你也要找到自己的学习方法才行 我知道你这次在很努力地背公式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如果你下一次考试 还没有任何进步的话 我一定会退出的 你放心 我下个月的考试要是还是这成绩 我自己退出 你不愿意 答完题的同学啊 再好好检查一下你的卷面 你 你跟你说 我这回考试必定成功 这回哪里是真本 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运功的读书 老天爷肯定会倦过我的 喂 站住你们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是假的吧 还是比上次高了 又会儿 有一点点精 咋办呢 我现在心里昏昏的 我们会不会就此原地散伙吧 李春彤 我累了 我认命了 算了 最近几次考试啊 这个成绩大家也看到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有很多同学这个成绩啊 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学习小组的计划 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不对啊 王小敏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没 没用啊 赶紧起来 你 你说说心得体会 啥体会啊 学习小组 谈谈看法 没啥看法 现在马上量没 行 没看法行 我换个人问问 饭吃水啊 看 老师 我也没啥看法 都没看法啊 好 好 我有看法 全班同学成绩进步 就你俩背得儿子 王小敏 七中八十多名 这回给我来了一百零四 还有你 七中七十多名 这回一百零五 你那挺厉害啊 退步都正气 画一前后脚 对 你还对 不是 老师我说你批评得对 我们这个小组 确实存在着很大问题 我看你们这小组啊 是有必要换人了 老师 我同意 换吧 老师 赶紧换吧 你先坐下 吴志军 你带带王小敏 我看你跟李幸彤一组 李幸彤的成绩没啥动静 你自己还下滑了 这哪行 你带他吧 那底子还行 这自制力差一点 脾异 正好你控制控制的 老师 那李幸彤怎么办呀 你跟他一组啊 你不一直督促地学习吗 你成绩不错 你俩赶车也不错 不正好吗 饭吃水 你代替他跟断销一组 不行 老师 他们可分不开 是 为啥分不开啊 这我不知道 你得问他们呢 刘永威你有病吧 老师你们别听他胡说 你才有病呢 老师他骂我 你先找 才是场啊 我当初为什么把这个权利交给你们 我是对你们新人 你们得用实际行动来回报这个新人呢 我成立学习小组干什么呢 我是让你们相互督促 相互交流学习经验的 我不是让你们拿的用来玩的 你们要借着这个啊 给我搞那些乌烟瘴气的 我收回这张权利 吴老师 我也反对坏人 我希望退出这个活动 为啥呀 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辅导别人 而且已经影响到了我自己的成绩 所以我要就退出 吴老师 不能退出吗 能 这当然可以 就说任何同学 如果你觉得这个 学习小组 影响到自己的学习了 那你都有权利退出 但我觉得啊 就这个事 他不适合在课堂上解决 你下课找我再单独谈 先坐下吧 都坐下 先上课 吴执轩 吴执轩 你真的要退出啊 对 那你答应我的事呢 你让他背的东西他也都背了 你现在说走就走 不就是半途儿费吗 什么叫半途儿费啊 我需要辅导他多久 一年 十年 还是一辈子啊 你骂我吧 不知道您也要骂我 我不骂你了 反正都是我自己搞的事 到最后一件也成不了 吴执轩 吴执轩 我知道我没考好 我不怪你 做错事情的是你 又不是我 我明白 但是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真的有努力 我真的尽力了 我没有不把这个事放在心上 抱歉 可能是我能力不足 咱们以后就安静做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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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带你出去吃好吧 不过就是吴执轩跑了嘛 你离了他还不能学习了 他中间说话那么难听 我还觉得你委屈呢 真的啊 我还以为 你也生气了呢 我不生气 咱吃好吃的去啊 你不生气就没事了 就吃泡面 泡面挺好的 不出去 嗯 就这样 我精心制造的男神辅导 因为李静桐一个十五分的考卷 悄然落幕了 或许 这就是他的命运吧 我根本改变不了 但我并不知道的是 我以为的落幕 在有的人心中 却并不一定是结束 而我以为结束了的事 却又再一次掀起了 不大不小的波澜 这大城市就是好啊 那可不 那深圳的机会 这就是多 你没事你给那个老王也介绍介绍 他闲着也去趟深圳的 行 谁 是那个合作社老李啊 好 你看见他啦 没事没事 行行行 那你忙你的 好嘞 干什么 是不是大伙他妈 我们厂以前那业务员去 他是不是在公交车上 看见大伙他妈呢 还打招呼了 完了 不是你能不能别鼓求他了 我这跟你说话呢 李五四你听没听见 我听见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别问别问的 你又不听我的 你让我说啥 为啥不能问呢 这不很明显吗 孩子家里有事不方便说 啥事啊 他妈都回国了 不接孩子 晚也不联系 就是出事了他也不能不要孩子吧 这都怎么当父母的 不是你能不能别瞎说啊 你让孩子知道了以为咱俩小气撵人家走啊 啥玩意 小气 咱家都啥样了你不知道啊 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 还点起别人家孩子 早点 早点 我不能说实话了 你说她谁呢 妈 我们回来啦 姑娘回来啦 你俩快洗手 妈给你们下饺子啊 这给你装的 吉尼斯大饺子喽 来 饺子上来 来来来 往中间 好 吃这吃 来来来 来 把电视打开看看 啥心 看什么电视啊 吃饭呢 妈 你这饺子味怎么还没原来正呢 有的吃就不错了 有本事你自己包 花儿 多吃啊 以后去国外就没那么好吃大饺了 花儿啊 你看你都来了好几个月了 你爸妈没联系你 联系啦 打电话啊 那 你在这儿上学 就不管你了 你这话说的 你咋能不管呢 人家在国外呢 不说了吗 跟你联系啦 给你打电话啦 告诉你啦 什么 那个我跟我爸妈都说过了 说 不说过了 再说了 你国外呢 联系一下老费劲了 你不懂 你没有的话 不是 国外联系一下费劲 那那回了国内 联系一下还费劲吗 没回国 回来了你妈 你妈前两天在深圳 我们同事都看见她了 你妈回来了 谁谁谁看她了 我们同事呗 行了啊 你别听阿姨瞎说 看错人了 挺大个活人 还能看错人啊 他有可能他回来 办事然后又走了 这个很正常嘛 你看急急忙忙的 然后从国外回来 办完事急急忙忙回去了 我觉得这可以 那不 你把你妈电话给我了 我俩沟通一下 国际长途特别贵 那 那这样 你把咱们家电话给她 让她给我打个电话 我俩必须得沟通一下 不然呢 我怕你妈不放心 行不行 她可放心 她放心 那阿姨不能放心呢 你一个人背井离乡的 在这儿 你说我要不跟你妈 和你爸说一下 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那她心里能踏实 她根本就不能放心你 那都有时差 打个地方有那么容易啊 就是时差 时差 不是 花 阿姨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着吧 妈 你别可这狭操心了 那人爸妈能不知道吗 那不然这水咋船呢 水饭咋来的呀 对不对 就是呀 你可真是 就你妈这狭操心 真是 吃饭也堵不住你俩嘴 是不是啊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李星彤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和你爸俩在国外呢 在外星球更高兴了吧 没人管你了啊 可高兴了是不是 那不用 你去我爸不能去的 嗯 这话我喜欢听 你俩别吃饭了 去吧去吧别吃了 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 你老用这个要挟我吗 你真是的 吃 姑娘 花儿多吃 花儿来你吃 你吃你多吃啊 姑娘 管你妈 那你这不沟通一下 你说我这心 快 变草快吃吧 吃顿饭也不素质真是 你妈是真回来了 有可能 她经常来会跑 那要不不还是让你妈跟我妈说一声呗 免得她整天这样狭刀的狭操心 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 但是你可别出卖我啊 你出啥事了 朋友 你找我们来啥事啊 都先说好啊 这事谁也不许跟你们家长说 都不许出卖朋友 这还用说吗 到底咋了 为啥花儿要一个人在这儿念书呀 那是因为有个特别心酸的故事 我爸妈离婚了 我现在跟我妈和我后爸一起生活 我妈天两天有事出差了 我不想跟我后爸他们一起生活 我就跑出来了 我跟大家一起上学真的很开心 我们一时半会儿还不想回去 你们就帮帮我吧 咱不能让花儿媳妻 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 咱必须帮她 咱们咋帮 咱现在啊得找一大人 冒充花儿她爸妈 然后给我爸妈打个电话 通个气就没事了 有人帮忙过 我 说 我亲自打 滚一边去 咋嘛 我说话多成熟啊 我给你学一个 喂 四里形同胞都忙吗 你可拉倒吧 就你这嗓 你一开嗓我爸知道你谁 有吗 我 我 我爸打 我爸藏了私房钱被我发现了 最近贼听我的 你爸跟我爸认了多少年了 我爸认不出来呀 那找我老舅啊 他不在咱人住 没人见过他 这种帮小孩骗大人的事 肯定没人同意 我有办法 这事交给我吧 你们别管了 姐 你别光顾着吃啊 这忙帮不忙 帮不忙 帮不忙 咋就帮不了呢 咋会给你教妈呀 我可以娘这么老吗 不是说你老 是说你成熟 稳重 有气质 你这么说我不就理解了吗 你干啥呀 先干啥事 不是啊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同学贼可怜 你就帮我们忙 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没别的事 你们说没别的事就完了 那你们都小孩 万一出点什么事 那你大人过来找 我负责 不用你负责 我从小就在你们家澡堂泡澡 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我妈啥人你不清楚吗 我是那干坏事的小孩吗 小孩吧 有小孩的难处 我保证 绝不可能出啥事 她问我都不信任 我就信你 你就跟我亲姐似的 你就答应我吧 姐 给你准备的小礼物 特别适合你 来 早 啥糖一泡蛋啊 啥糖一泡蛋啊 啥糖一泡蛋呢 就表达一下诚意嘛 你答应我吧 姐 下杯里啊 啥米啊 花儿 接接电话 喂 哈喽啊 我 我去李青童家吗 您找李青童吗 您找李青童吗 我是李静步的妈咪 谁 我 我是李静步的妈妈 段笑容 你打电话了 对啊 你谁啊 妈 你咋才打电话来啊 这 这不刚忙完呢 在国外咋样 我住在李青童家呢 特别好 叔叔阿姨都对我特别好 学校也好啊 对 你不用担心我 那个 我让李青童妈妈接电话 好 好 好 叔叔 那个 我妈 国际长途 好 哈喽 哈喽啊 五四大哥吧 我是李静步的妈咪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大花妈 一直想着跟你通过电话呢 我早该给你们打电话啦 让你们担心啦 实在是对不 对不住啊 没事 那你们呢 在国外忙 大忙人 理解 大花说她自从转学到你们那边 就一直住在你家里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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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扰 对不起啊 给你们添碰啦 大花妈 你说这话就外道了啊 那花这姑娘呢 可懂事了 那时不时的 还给我家姑娘补习功课呢 这俩人啊 一块上着学 有个伴 这好事 实在太谢谢您了呀 五四大哥 等我这边忙完 我就去接他啊 到时候一定当面 谢谢你们 大哥 好 谁来电话了 喂 谁啊 谁来的电话了 大花妈 国际长途 我说两句 我说两句 大哥 没声啊 那个国际长途 他可能那个信号不好断 那都说啥啦 这主要呢是对咱们家 表示了感谢 那个说是以后有机会 亲自登门 表示感谢 我给你讲刘凤家啊 你够服务心 这这这大城市的人啊 那说话啊 真的不一样 那中英文夹杂的 老好听了 是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略微的就 饺子呗 有一点都没味 咱这口音可不好改 你再跟我说一说 都说啥啦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这国际长途嘛 也没能说啥 那不就通了电话 不就踏实了嘛 对吧 咱也放心了 是的 互相交代一下 就踏实了 对对对 你这菜快点摘 我这等着下锅呢 行 来 花儿啊 这叔叔沾你光了啊 这这这这辈子 头一回接国际电话 那回头跟你妈说 就在这住 放心住 一点毛病没有 谢谢叔叔 哈喽 哈喽啊 我是李新福的妈咪 你干啥啊 你鬼妞 你干啥 做我心虚啊 我干啥我心虚啊 骗人你心能不虚啊 叔 你啥成了已经不他妈了 你咋还偷年人说话了 你咋还帮我飞我腿啊 穿你脸那个 你别听 今天那需要跟我过不去 你说你 你跟谁是一家人 你真叛徒 我哪知道是他 又不是他俩来找到我 那侯性帮人个忙啊 我知道 段宵来找到你是吧 你拿什么 拿人手短 什么破烂玩意 弄个屁啊 我跟你说 你给我老是交代 段宵跟你说什么 要不把这些破烂玩意 都给你扔过 我说了不行了 深圳的大伙 我对不起你 但我撒这么多谎 真是形势所破 你就原谅我吧 我在这儿祈祷你 人生躺赢 颜值爆表 顺便给你输送 宇宙神类 你这干啥呢 阿姨没在说什么吧 她就打了电话了 还能说啥呀 不过 段宵确实是比八蛋要强多了 八蛋怎么能跟段宵比 我妈说明天这儿有个集会 让咱俩一块去 集会 什么集会 啥集市 还以为你能给咱 整这件好看衣服呢 你这两个人整一堆 啥用 早上不来了 我觉得挺好玩的 挺热闹的 是不是动力 整点吧 不吃不吃 吃够了 这挺好吃的 到这儿 大姨大姨如你哪儿在这儿呢 一个人在这儿换个啥呢 我还抽奖呢 哪有抽奖的 你没听到大喇叭好吗 一等奖一个大个大 那你也信 那直接忽悠人的 这儿还是不是傻 抽奖 恭喜一等奖得中 好 不是 爸 你不是说都忽悠人的吗 你这打字给他得了呢 媳妇 给我五十 我也抽去 三十块肥皂 你居然抽了三十块肥皂 哪管抽管牙膏呢 你俩再洗一两自首吧 反正这肥皂也用不完 要我说呀 李五四 你没有那个命就别想上天了 就这样还买股票呢 买了你也是赔你 这不两码事吗 那现在股票那都是牛市 人家都挣钱了 那再说呢 那我这运气不一直挺好的吗 那事实都证明了呢 啥事证明了 我这一生 我把所有的好运气 都积攒到了一起 为了迎娶你锅门呢 是 孩子 你别生气了 你 你洗手去 行行行 还都咋说说干什么 你生气了 你得把肥皂收拾 来啦 谢谢乌丹姐 我们也敢做太辣 小叔你吃不惯 我先能吃一点了 真的呀 那你快操操 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点 我呀 一直想要个鬼女 多难实现的愿望 一不小心实现了 老天爷夸扎给我送一大布 小龟女了 你凑多多便宜呀 这往后啊 你给肖叫兄妹了 说啥呢 咋就成兄妹了 兄妹咋了 那兄妹亲还是好朋友亲的 兄妹有啥可亲的 好朋友才有机会亲 亲近的在一块儿玩嘛 我端饭去啊 我也太喜欢你们的安姐了 那就当她当妈呀 我来了这儿一下子多了好几个妈了 我其实不太缺妈 我比较缺爸 你爸干啥去了 我爸在边疆住渣呢 好几天才能回来一次 昨晚打电话还跟他提你呢 提过啥 就说你是我新日的好朋友啊 我爸还说你这名好听呢 那你爸品味过可以的 到时候我带你去我爸那儿看看 就在最北边的墨河 老漂亮了 好啊 你是不是在家里面过得特别不好啊 你也还行嘛 那你后爸他们家人是不是欺负你啊 也没有那么惨 我习惯了 那就别回去了 说那期干啥就在这儿待着 到时候上大学啥的 把你回去 他们要是敢欺负你 我肯定不带客气的 你要跟我回家 对啊 我得保护你 你知道我在在哪儿吗 你就跟我回 哪儿都行 南极北极我都能去 那怕啥子 博牙善古琴 忠子期善听 博牙古琴 志在高山 忠子期曰 善哉 额额西若泰山 志在流水 忠子期曰 善灾 杨阳兮若江河 博牙所念 忠子期必得知 子期死 博牙未事再无知音 乃破琴绝弦 终身不复过 什么意思啊 唯一一个知音 去世了 朋友没了 这钱我不谈了 这是什么朋友 这是真朋友 王小平 来 你谈一谈 什么是朋友 朋友 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来 一起唱 坐坐坐坐坐 那用你说呀 那不周华健说的吗 你说啊 这后座小子都垮了 保护咋不给咱换作物呢 你还换回来 我当然不想 我还想找不住心不可 他还给你博啊 这种取消吗 重建一下自己的好形象 好巧啊 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来这儿 所以我就直接在这儿等你了 你为什么知道我在哪儿 那天那个凑凑看见了 我跟你说 我这次可是有辈的 就上这期期末那几个什么故事啊 提醒啥的我现在全都搞定了 真的 不行 我从这里面现在随便找起来 我都会了 真的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组的了 我知道 那 那这不是原来咱俩搭档呢 也挺好的吗 你 你搬土耳费啊 我没打扰你吧 打扰了 我来都来了 我肯定是要复习一会儿的 咱俩还是搭个伴吧 那请保持安静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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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人模狗样干啥呢 看啥小说呀 学习呢 你别吵吵就行 这都说话了 你没有素质啊 咋了嘛 我又没有大声说话 我说你咋在这儿呢 你俩咋又混一块去了 学习小组都结束了 你俩还没结束呢 你们俩都结束了 雅在这儿 нет 真是总是绿绿绿绿绿绿 咋 tio 怎么 没点儿啥情况呢 跟红梣 小 02 李青彤 加油 加油 李青彤 你那夜只看了二十分钟吗 你什么都怪犯胖 打扰我 不是 不是 你晓了我的滚脚 你翻那么多干嘛 你那些都不用看吗 你刚才看的是四五和四六 现在应该看四七了 你翻二十多也干嘛 你又走了 你明天还来不 我明天还来 想让我继续辅导你 是有条件的 你 你说 我那么喜欢 从星期没得了 大家像我妈妈一般 得是我 在夜市花上 我可以拿出一块 我去看夜市吗 还是有条件 你还要不喜欢我 我看你很想要不喜欢我 我现在要不喜欢我 我现在要不喜欢我 你还想要不喜欢我 我这个你还看你 他会卖了 但又会 premiers 好 对 要不及时 对 不要乱了 不要乱了 我继续说了 是我的 我就说了 然后你也开始去做好 有个男生 她会听不着好 对 好准备 好准备 真是我的想 太执着 你也是大岁 一年不忘 慢慢许空 唯一不到的梦 谢谢你 自己发展前 自己做的分校 你会把那个扣得更小 好 一针一针 我就给自己摸个笔 好 好